哈囉大家好 那暗黑不朽呢 在雅芙也正式上市了半年了喔 那今天呢就整理了九大典喔 那這九大典呢 如果你今天都符合呢 代表你已經中毒暗黑不朽非常深了喔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呢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我的頻道呢 日後也會有很多關於暗黑不朽的相關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覺得這影片拍得不錯的話 可以點擊超級感謝給我一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第一點呢 相信是比較簡單一點點的喔 就是如果說今天你玩暗黑不朽喔 是每天每日任務喔 所謂的每日任務呢 就是每天有獲這個活動獎勵喔 這三個你每天都一定會把它解完喔 解到120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算你有得到一點喔 所以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你有中的話 可以在底下打加1喔 這個是第一點 好那這個是比較容易啊 相信大部分比較活躍的玩家 應該每日任務都還是會去把它解起來喔 那第二點的部分呢 就是 欸 如果說你們是戰隊 或是說 可能是你們是有 相關氏族有約好 對不對 就是說可能是什麼時候要打戰隊鼓俠 或是說要氏族什麼時候要來刷副本 你會因為這樣呢 來射鬧鐘 或是因為氏族一些團戰的人來射鬧鐘 時間到的時候 然後馬上丟下手邊的工作 來打相關的任務呢 欸那這一點的話 恭喜你就中了喔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能就要打加2喔 這邊的話你就要打加2 這就是第二點 好那第三點的話呢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欸 因為其實每一個地圖都有所謂的地圖王嘛 那有時候禮拜三的時候呢 可能假設喔 是可以去打幽靈騎士喔 那禮拜四的時候呢 可能有惡魔之門等等的喔 剛剛是隨便舉例喔 不一定是真的 那你透過這些地圖任務呢 來知道實際上是 欸每天呢 現在是禮拜九 欸只要講出現在禮拜三 你可能馬上就可以反射出來說 禮拜三是哪一個地圖的 哪一個這個任務 甚至是幾點 晚上七點 晚上八點 或是晚上六點有相關任務 欸如果這個你已經背的滾瓜爛熟 甚至因為這個時間點的話 你馬上要上線的話呢 喔恭喜你 在這邊的話你就要打加3了喔 那如果說欸前面兩點沒有中 只有中這點 那當然也是只有加1啦 好那我們再來看第四點喔 第四點的話呢 就是大家也可以知道 就是其實在經驗值 我們看最下面這個部分呢 是我這邊是綠色 綠色的意思其實就是指我低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伺服器的巔峰等級喔 那巔峰等級如果說是高於你的話 綠色就會有經驗值加成 如果你等於巔峰的這個 呃伺服器的等級的話就會是藍色 那如果你高於他的話就會是紅色喔 所以第這個第四點的部分呢 就是你永遠的這個經驗值都是紅色 從來沒有出現過藍色 也沒有出現過綠色 如果到這邊你還是有中的話 你可能就要加4了喔 你可能就要加4了 好那我們來看第五點喔 第五點的部分呢 就是每個小時 確隔商城寶石的這個變化 這是什麼意思喔 其實如果說今天是中度玩家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關心這個 寶石的這個買賣對不對 有可能你自己也有賣相關的一個東西 喔那你更有可能呢 會追蹤一些比較便宜的寶石喔 譬如說有些四星的寶石 有些人可能賣得很便宜 或者有些三星寶石 有些人可能賣得很便宜的話 欸你可能就是為了要買進賣出 喔然後來賺中間的一個差價 所以每個小時都會固定來上線 商城這邊稍微瀏覽一下 欸如果這個你也中的話呢 欸那這邊的話 你可能就已經要加5囉 喔這邊就稍微有一點小小中毒囉 這邊稍微有點中毒了 好那我們來看第六點喔 第六點的話呢 就是你會定期的整理這個好友清單喔 那這個好友清單 其實如果說大家在線上遇到我的話 基本上只要有加我 我一定都會是接受啦 那我的好友 我有點忘記 我現在是不是已經買了 可能還沒有買 那我的好友裡面呢 其實也是有一些 已經可能離線非常久的一些玩家 像這些108天 那已經離線3個月了 應該是已經退坑了 然後這91天 那如果說你是固定會親你的好友清單的喔 固定維持在都是上限一天內 甚至是兩天內的這個玩家 表示說欸你只接受非常活躍的這個朋友對不對 那表示欸你的暗黑不朽呢 可能也是中毒不深喔 表示你隨時都一定要有人在線跟你一起玩喔 或是說你玩的時候呢 就是喜歡有一個群聚的感覺喔 那到這裡的話 你可能就要來到加6了喔 你就要來到加6了 好那我們來看第七點 第七點的話 就是每週這個2000戰鬥通勤陣點數呢 必定打好打滿喔 這個是什麼意思喔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的時候 都有這個戰鬥活躍的這個點數對不對 那這個戰鬥活躍點數的話 上限是2400 那每個禮拜的時候會做相關的一個更新 當然如果說 有遇到就是更新的時候 你可能一個禮拜可以打兩次喔 那如果說今天的這個玩家喔 你如果說今天是非常活躍的玩家 你就是固定每個禮拜都把2400 打好打滿的話呢 欸那這邊的話 就是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啊 因為我覺得每個禮拜2400 其實也是有一點點挑戰的喔 那如果到這邊你也中了 那你可能就得要加7了喔 到這邊可能就要得要加7了喔 那我們再來看第八點喔 第八點的話就是每個週期到目前為止 現在你全部都是結束了 那這是什麼意思喔 這其實要看這個英勇攻擊這邊喔 那其實可以看到其實 暗暗不久是7月8號開始喔 那我也是算是第一批玩家 7月8號的時候準時上限喔 那那時候也拍了很興奮拍了一個雅服開服的一個影片喔 大家可能可以回去看看我那時候 深色的一個聲音喔 那也是這樣陸續續做了這樣子半年囉 那如果說你那時候從一開始 都是這個影響力參與度 這個活躍度呢 全部都是結束的 那你可能提高生命值或傷害加成 可能可以來到12%左右對不對 那一路到現在到目前的循環 你全部都還是結束 每一個項目沒有出現 像我這樣就不怪喔 沒有出現像普通也沒有出現良好 全部都還是結束的話呢 那你到這邊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加8了喔 這邊的話呢 這個喔 真的是有點挑戰啦 因為比如說 每一次的這個四組轉換呢 你都是要達到非常好的一個活躍度 才可以維持喔 那不管你是在不休者的陣營 或是在隱蒙的陣營 都是一定要有相關的活躍度才可以達成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喔 所以到這裡的話 如果你也是有達標 那就要加8了 那最後一個 第9點的呢 是四組轉換的時候呢 一定是把鮮血之路 刷滿刷到100成 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只要每次的就是四組有轉換 就是如果不休者被推翻 然後大家變成冒險者 或是整整的 重新去選擇的時候 那其實你去到這個鮮血之路 陰蒙的這個活動對不對 就是打這個鮮血之路的話 那個一開始都要從第一層開始刷喔 那如果到這裡的話呢 你每次只要轉換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是趕快把它刷到100成 其實也是要花不少時間啦 那如果這個是你每次四組轉換的時候 必做的事情 或是說你的戰場 每次在轉換前的時候 都是維持在傳說的一個狀態呢 到這邊的話 你可能就是得要加9了喔 到你這邊就要加9了 那以上大概就是9大點啦 就是衡量你到底是不是已經 暗黑不朽中毒了 那這邊其實呢 也是大家互相勉勵 互相加油 因為其實雅芙也是已經開服了半年了喔 那如果持續還在看我的影片 以及持續還在玩暗黑不朽的玩家呢 其實你們都算是骨灰級的玩家了喔 這邊應該給你們骨灰獎喔 那所以整理剛才上 剛才的這9點 如果說你有被說中小於3個的話 我個人覺得你算是輕度喔 輕度的一個小中毒 那如果你是介於3到6點的話呢 應該算是中度的一個中毒啊 如果是6到8點的話呢 應該算是中度了喔 那如果說你是9個都有喔 那我這邊要給你鼓鼓掌喔 你應該算是忠實玩家喔 算是暗黑不朽的真正甘地喔 那一定要記得多休息喔 然後同時的話 也不要忽略就是身邊的一些親朋好友 偶爾呢還是要出去外面走走喔 跟朋友吃吃飯喔 或是打電話關心一下爸媽喔 或是陪陪女朋友陪陪老婆 或是陪陪小孩 或是一個人的時候呢 偶爾的時候也少叫叫外賣 出去外面走走喔 這樣人生呢應該也會才更多彩多斯喔 好啦 這是開玩笑的喔 那也是很開心呢 這半年呢 能夠跟大家雖然沒有真的見過面喔 但是也跟大家在線上有所交流喔 互相學習成長喔 那是這也算是一個緣分啦 那謝謝你們 那以上大概是今天的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拍得不錯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點擊超級感謝給我一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